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游行而被控加重为令罪的澳门立法会议员苏家豪 被终止职务已超过五个月 相关案件经历三度延期后 终于在14日早上于初级法院开審 不少人都关心判决结果出路 根据立法会议事规则 如果被判无罪或科署罚金 就可以即时恢复议员资格 相反如果被判监禁30日以上 就符合喪失议员资格的条件 将会由立法会以不记名的方式表决苏家豪的去留 但如果是执行幻认 情况又会是怎样呢 但如果是属于幻认的时候 就要留待这个立法会全体 议员大会表决 他是否 丧失这个议员资格 这里面有章程指 需要一个半数议员投票 认定他的资格是要丧失的时候 就已经达到这个标准 而在初级法院审判之后 控方及被告君可提出上诉 需要以最后的确定性结果来做判断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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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